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赶到位于新北板桥的交通部铁道局 并亲自带领副市长、秘书长、交通处长、都发处长、地震处长及财政处长 一起跟铁道局会商基隆捷运 希望多多沟通,让中央了解基隆的难处 协调一个解决方案,加速基隆捷运的进程 那我们就表达说我们非常重视捷运的每一分进度 所以尽量如果这些会议能参加的话 我一定要自己参加 就是说我们会建议说 因为这个是跨三个直辖县市 包括新北、台北、基隆 所以我希望在谈的时候能够三个直辖市、县市一起谈 像今天跟我们基隆谈 也许改天又要跟新北谈 那又要跟台北谈 这样子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周车劳顿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大家都要经过自己的路廊 有的要时间,有的要征收,有的要连开 所以我觉得大家把资讯对齐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一直以来我们目前还没有铁道局 跟我们三个直辖县市大家一起谈 一起谈真的会比较有效率 各别地方政府的事情是各别 我们在原来安排各别处理 那今天主要是讨论这个是属于基隆相关的事情 那将来如果涉及到跨前市这种问题 市长会找三个 三个这个 三个地方政府一起来讨论 那今天是针对基隆的问题来做讨论 由于铁道局召开的捷运推动会议 过程中不开放媒体采访 因此市长也在会议中先接受媒体联访 没有,非常感谢五局长跟他们都有聆听我们的需求 我们在里面有跟他们讲到就是说 交通部一直认为我们有42亿的这种开发利益 但其实只有21亿是属于捷运开发区 潜力开发区的这个部分是完全未来很多未知的状态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都要等这个捷运整个盖好以后才有可能 而在捷运盖的这个过程中 本府的负担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有跟他们说了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这样 那因为这个我们今天有分工 我先把最主要的问题跟大家厘清 然后之后副市长跟秘书长跟我们团队 四个局处首长会分别就他们的业务 再把他们沟通清楚这样好不好 会后结论 市长谢国良请铁道局持续向交通部及行政院反映 能考量基隆市府的财政困境 延长市府还款周期 而基隆捷运推动进度 铁道局回应预计4月底将修正的环评报告书 提送环境影响评估大会审议 另外也规划于4月底至5月初 办理地方公厅会 市长谢国良也指示市府相关单位 全力配合铁道局办理后续的公厅会及环评审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提送了 对 感谢观看